加泰罗尼亚地区当局表示 星期一5月6日晚上 两列火车在巴塞罗拿郊外撞位 一两郊区客运列车的司机死亡 数十人受轻伤 距地区紧急服务部门说 若有85人受伤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大约下午6点 一列货运列车在距离巴塞罗拿 約14公里 即8.7英里的 聖博尔德洛布雷加特车站 脱轨 并撞上一列客运列车时 发生碰撞 地区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 旅客列车的司机因撞击而死亡 他提到 火车内大约100名乘客正在被疏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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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f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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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